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只有过去跟未来 没有现在 说现在 现在就过去了 我们凡夫心很粗 都被假象蒙蔽了 这句经文开始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能执着的就是忘心 如果晓得这个心是假的 还有什么执着的 所执着的是事项 外面的境界 外面境界是假的 能执着的心也是假的 我能怎样 我想怎样 全是假的 你这个心不可得 你用什么执着 佛不为我们讲清楚 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 这才是六道轮回的病根 金刚经的好处 就像治病 它是从根拔除 它不是给你支支叶叶上来 连根给你拔除 先要叫你认识 明白你的心是假的 不是真的 决定不可得 打算就是不可得 不是就像我这样的 不可得 什么 最后